肖师傅一家人住在嘉兴南湖区的一套毛坯出租房里 肖师傅说平时他除了在厂里上班之外 还帮人维修插车 购买配件和收款都是通过微信支付 平时很少关注余额 前段时间他突然发现余额不对 刚好是有一个朋友转了5000多块钱给我 转了5000块钱 我中午12点钟的时候 我是看到有14000多块钱 后来到了晚上 突然一下怎么只有12000多块钱 账单里面去查我是查不到 没有 肖师傅联系了微信客服 客服发来账单之后 他才发现 从8月份开始 陆续出现了各种600多300多的支出 肖师傅说 他问了10岁的小儿子 这些钱被他冲到了和平精英 王者荣耀 还有猫和老鼠等游戏里面 一共15000多块钱 有一个旧的手机 烂手机 他就拿到这里面 那天我藏起来了 藏起来他偷到了 凌晨在外 我看到记录有的是3点 12点 1点2点5点都有 都有 都有充值 第二天还要上学 肖师傅说 小儿子趁他睡觉的时候 把他的手机拿过去 给自己的游戏账号充值 之后再把充值记录删除 我知道咱们这个手机的密码呢 密码就是说 每天早上都是我送他去上学 每天早上都吃早餐 吃完早餐赴账 他都坐在旁边看到 看到的 小师傅说 想到自己跟妻子这么辛苦 每个月加起来 也就六七千块钱的收入 一怒之下 把小儿子玩的旧手机摔到了地上 还动了手 小师傅说 他发现几个游戏 都是通过腾讯 Vivo还有OPPO三个平台进行充值的 朋友让他跟几个平台的客服联系 他提供相关资料之后 腾讯那边退了八千多块钱 Vivo方面也退了一千多块钱 但OPPO这里有三千多块钱的充值 平台方面还没有退还给他 他就是说 要我证明是他充值的 是未成年充值的 那我这个证明 我是提供不出来的呀 小孩子充钱重心 我们暴力挺多的 你以前没有看过我们节目吗 没有看到过 那你怎么知道 给我们打电话呢 后来我就说 只有向你们媒体帮我 我想到之后 只有媒体来帮我们解决 来面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是我听我朋友说过的 他说 以前有报道过 记者联系了OPPO方面的客服 客服表示 肖师傅的确跟他们联系过 是否能退款 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他们准备安排专人 跟肖师傅了解情况 目前反馈给我们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后续会联系我们的一个用户 来帮去 不按照跟进这个问题的 连这边 就是我们到时候 会跟用户来帮进行联系就可以了 肖师傅说 如果不能退 他就当买个教训 他以后也不会再打小儿子了 他准备周末的时候 让小儿子跟他一起去修叉车 给他弟弟扳手打打杂 感受一下父母赚钱的不容易 188黄金燕记者报道